早安,我們現在人在吊戶 然後我們今天來一場金網直行頭線一日遊 其實我是最近才知道原來金網直行頭線 它有賣一支圈,然後它一張一支圈才一千塊日幣而已 因為金網線其實它cover的地方還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划算的選擇 金網線它的路線上的車站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一日遊 當然沒辦法去cover所有金網線上的車站 所以我覺得金網線一日遊以後可以做蠻多級的 就像日本比較大的車站一樣 附近有些百貨公司、星巴克等等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來調步的話 我的推薦應該是先去森大市 森大市其實可以搭巴士過去 或是像我們這次走路過去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們本來就比較會走路 所以我們就選擇走路過去 我認識了日本朋友蠻多人住在調步的 因為這邊應該相對起來跟東京市區比起來 也比較沒有那麼貴 所以還蠻適合家人住在這邊的 因為它離新宿其實搭車大概只要20分鐘 到特級大概18到20分鐘 所以其實離新宿真的蠻近的 我們離森大市還有點距離 但是我們就先進來這個叫做 不多天神社的一個地方 比較偏郊區的神社還不錯 它的一路上都有很多樹 然後它腹地也比較大 然後讓人家逛起來也比較輕鬆 然後不會人幾人的 教大家一秒分辨郊區 就是郊區的便利商店7-11 它的停車場都超大的 好我們終於來到鬼太郎茶屋了 之前就很想進來 然後剛剛排了半個小時 周日天來這邊的 我們來吃這邊的甜點吧 聖誕來的 看起來非常漂亮 其實我是知道它的餐點應該是蠻可愛的 但是我沒有料到其它的食物還蠻好吃的 就是我覺得以這種 廣告區的美術館或博物館的咖啡店來說 我覺得它的餐點我覺得不錯 然後我剛剛查一下它在Google Maps 有4.2分的評價 然後在台北的庫上面也有3.54 跟這一區分就最高的點 不喜歡甜食的話 這邊也有很多蕎麥麵啊等等的 就是日本當地美食可以吃喔 雖然我沒有很喜歡吃蕎麥麵 但是看到這家店的美景啊 就不得不讓我進來想吃一下蕎麥麵 應該蕎麥麵配美景 不然蕎麥麵的好吃程度上升100倍呢 我們剛剛吃了茶屋 然後又吃了蕎麥麵 我們終於進到聖大寺裡面 聖大寺裡面其實它的腹地算蠻大的 然後呢也有很多綠地啊 像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庭園喔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聖大寺有沒有很好玩呢 那我們在聖大寺的旁邊啊 就有神代植物園 過去看看吧 入場券一張500日圓 我們現在來到玫瑰園啊 現在季節隊 所以你看這邊的花 綻放中呢 歐方還有一個超大的溫室耶 進去看看吧 我記得這個地方 還是點了 對 我記得按摩 GET 好 operated 哇這地方真的是超出我想像的還多東西 剛剛我們經過這個溫室啊玫瑰花園 然後我們剛剛還經過一個杜鵑花園 只不過現在不是季節 所以看到只有綠葉而已 等到春天的時候再看一下 心滿意足我們現在走回調布車站吧 我們來到高帆不動這一站 然後我們要去看高帆不動尊 我發現我們雖然買了金黃縣的一日遊券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在今天行程的第二站而已 今天那個調布太多景點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邊應該都是點到為止點到為止 比我想像中人還多耶 可能因為現在是繡球花開花的時間 這邊竟然有一個繡球花的鑑賞道路 現在應該是不是滿開的狀態 所以呢沒有到最美 但是呢我覺得已經還不錯啦 有機會的話應該可以再多來這邊幾次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寺廟 然後就在車站附近而已 各種不同的季節應該都有各種不同的美麗的景色 以後秋天的時候再來看楓葉吧 這裡是聖姬陰之球 那這邊也是電影《星之谷》的動畫裡面很重要的場景 我是沒有看過《星之谷》 但我女朋友滿愛看的 我沒想到車站出來大概走三分鐘就有一座山要爬 但是呢為了看電影出現的冥場景 頂著30度的高溫我們也是要上去啦 我們來府中這邊就是稍微逛逛街然後吃個晚餐啦 那可能就是逛街的部分就拍給大家囉 大家知道金王縣除了我們剛剛搭那一條 可以到高溫山或是到多摩那一區啦 其實我們這次用了一千元一日券 還可以搭乘幾隻頭縣 金王幾隻頭縣 所以我們剛剛在明大前轉車 到了吉祥寺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真的好好利用這個車票我覺得真的還蠻划算的 果然是時尚以及購物之都的吉祥寺啦 我們剛到的吉祥寺 我女朋友就買了Veams的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逛逛街之後呢 就到金枝頭公園去散步一下結束 今天金王縣的一日遊行程吧 因為想幫大家拍一下金枝頭公園晚上的景色 但發現晚上公園真的太暗了 現在時間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跳到第二天嘛 Go 早安啦 又到了星期日 我現在人在馬橋車站的地方 那馬橋這個地方位於千葉東戶市 那這邊其實離我上次去的東京 讀的邊邊的水源公園其實並沒有距離很遠 但是這邊呢 比較起來就非常非常的像是住宅區啦 所以今天要去的地方叫千葉建定團 它也是一個夾娃娃的地方 大家也知道就是我星期日的行程就是夾娃娃啦 可能已經快40歲了吧 就我的年紀啊 然後我覺得說就是周末的時候真的很不想去 東京要市區然後人多的地方 然後反倒呢就是來這種地方 來到沒有來過車站 那雖然這周邊可能什麼都沒有 但是其實還蠻隱舊的就是這樣走在 沒有人的地方看當地的風土平景 其實這樣講可能有點前奏 因為前一陣子啊應該去年到今年這段時間 我覺得可能是娃娃娃常來拍片 然後每次拍片的地方 除了就是隨機冒險以外 我都是待在東京 然後是覺得東京其實有點膩的 這樣講真的有點前奏喔 但是自從四五月開始啊 就是為了尋找各個地方不同的特色交話區域 其實我就踏上了一些我從來沒有來過的車站 我突然覺得 就是關東啊東京啊這區域千葉 然後奇遇真的變好新鮮喔 就算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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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菇没有夹到任何东西 我们就下一个地方吧 可以采蓝莓 有蓝莓圆 现在我们要往前走 一直直直走就可以到南流山 这边的路就有点无聊 有点像是产业道路 所以路上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这样直直走了一个小时左右 路有点危险 刚刚啊最后有一条路不太好走 这次 Tskuba Express跟JR都有来到了南流山 那应该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啦 又是一家 Amusement Park Warehouse 哇这家还蛮好夹的 然后它200块可以夹三次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然后夹成精 赞啊 夹到了富刚油跟雷姆 哇这边真的是很好夹呢 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因为今天下雨 所以想早点回家 那我们下周末再见咯 拜拜 拜拜